男子騎機車來到鄰居家 一下車就拿著菜刀朝父親回過去 鄰居聯盟上前阻止 但是他卻繼續攻擊 男子拿著刀不斷往對方頭上揮舞 儘管父親拿板凳阻擋 還是被砍傷 原警手持盾牌還有長棍 先敲破大門 警方小心翼翼慢慢走進屋內 因為砍人的男子犯案後立刻逃回家 警方以優勢儘力將男子當場壓制逮捕 屏東縣43歲的余姓男子6號晚間7點 在家中焚燒物品 父親出身制止 他卻出手毆打 還衝到鄰居家拿菜刀 追砍父親 警方立即趕赴現場 將於新被害人送醫 經治療頭部身體有多數殺傷 無生命危險 只是因為被父親唸了幾句男子暴怒還砍人 後續警方依殺人未遂罪將嫌犯移送法辦 同時也幫父親申請緊急保護令 避免兒子再有機會傷害家人 靜新聞 洪瑞李 賴景佳 采訪報導 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發作假期 於名稱 του 中ssa 隆